即是你不要說就算明知他錯 你都幫他找一些話去兜 其實這樣就沒有意思 你只會累了他 他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認衰仔 認衰仔就可以了 又不是什麼大件事 記得訂閱我們屈姬TV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開會不需要在那些地方 雖然我自己本身的政治意向 都是偏向他那邊的 但是我都覺得是不可以接受的 這個時間 你這樣的身份去做一些那麼敏感的事 其實他很需要自己反省一下 你說在酒吧來說 我覺得偏向像社交人員多一點 但是他假的都是大律師 他還要議員 他應該會了解限聚令 到底在什麼情況之下會抵觸到 他這樣衰發我覺得就有一點點活該 如果在某一些正常的情況下開會 例如一些辦公室 然後你做足所有的保護措施 每一個人可能他們的距離 是坐得比較開 又做好消毒 我覺得這些開會就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你說在這麼合責的地方 而且去做一些這樣的事 你說是開會的就接受不了 那開會要看一下開什麼層面的會議 你說可能 他律師樓開會的話 公司開工的話 工作我沒有記錯 他限聚令是豁免的 但是你說真是私人聚會的話 那真是抵他斷正 對不對得住醫護人員 我又不敢評論 不過我個人來說 我就不贊成他這樣做 為什麼不贊成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如果你是想開會去談一些事 應該找個合適的地方和時間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而無論任何人都好 不要將你的工作作為一個藉口 然後就說可能我 其實他本身是想聚會 但是他就說是開會 我自己看就可能被人發覺了 他才會這樣說 但是其實這些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有一點雙重標準 就是假如他是雙重政府的能力的話 那他不應該擔心 在立法會開會有風險先 那你說他真是擔心立法會開會有風險的話 他在酒吧又不見得會 比在立法會開會更加安全的 所以這件事是不合情理的 其實我覺得這些沒得解釋的了 你不如自己跟別人說 你是做錯了 好多人都會錯的 無論哪一個派系的人都會做錯 甚至你肯認就可以了 沒有的 你事實上是做錯 你還解釋些甚麼 你越兜越錯而已 他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認衰仔 認衰仔就可以了 又不是甚麼大件事 罰兩千而已 我相信他有能力比得起的 那就當作交下稅 無謂再兜 再兜就越描越黑 又多痛腳被人抓到鞋 又被人鞭屍 不是那麼好的 他再兜就 事實就是事實 如果我是跟普通的人一樣 只是所謂的埋堆 或者很盲目的支持 其實這個社會是沒甚麼意思的 我自己雖然是偏向民主派那邊的 但是如果他們做了一些不適合的事 說了一些不適合的說話 我都一樣會批評他們 個人來說 我覺得自己身份好像傳媒一樣 就算你有他的立場 但是你都要報導事實 你等人自己去評論 你不要說就算明知他錯 你都幫他找一些說話去兜 其實這樣是沒意思 你只會累了他 事大有夫之 好像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政黨 或者甚至像香港的紀律部隊一樣 一樣是大有夫之 但有好人也有壞人 你可以評論他做了壞事 但你不可以將其中的好人 都概括而覺得他們是壞人 我覺得對他們不公平 如果你都想上來屈基TV發表意見的話 歡迎你和我們聯絡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屈基TV的頻道 留言 讚好 以及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 在期間的瞬間 並且祝待 我們下集再見 會議 後悔 逛 我們下集再見 遇見 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